藍色的 阿凡達遇到黑人 这样懂了吧 好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虎夫奇特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309集的节目 不知道没有人注意到 其实我上一集节目的标题打成1307 所以重复了 那我已经偷偷把它更正完了 那这个1309集的话 我来给大家做 我应该是这一阵子吧 拿在手上把玩时间最长的一个 OK是算第三方的玩具了 铁工厂推出的IFD44号的 这个城市指挥官的最终战斗装甲 这是一款呢 非常有分量的玩具 也是我期待度很高的 那我对于这个Ultra Magus的喜欢呢 已经不下数次 这十年来的节目里头 已经透露 我对它的崇敬跟喜欢了 那么这一款的话呢 就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人 那IDW漫画我个人是没有看 不过的话呢 在之前Combiner War时代的官方的话呢 有做了一个L级的一个Ultra Magus 那里头就是有附带这么样一个小人 那这个小人的话呢 在这款玩具里头呢 也是有的 那我目前呢 是把它搭载在身体的内部 所以呢我就以一个全装 全部装载的状态下呢 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好了啊 如果你把这个小人放在里头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两腿呢 会露在这个地方 非常小的一个黑色的这个脚掌 里头一个绿绿的东西啊 那一头绿绿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小人 那目前的话呢 给各位做的展示呢 是全武力 全火力展示的一个状态 肩上呢 有两门的这个火炮 是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转动的 以及手上的这把大枪的话呢 是可以呢 再组合成一把这个 这个战锤 那它的话呢 大枪的话呢 本身呢 还有一点小机关啊 这个地方是可以 再拉起来啊 不过呢 是等一下 变成战斧的时候 再给各位做一个打开 但是如果你觉得枪状态 你想这样弄 也是可以的 下面呢 这一个像是加特林机枪的 这个东西呢 也是可以拆下来 这个呢 是到时候呢 给体内的那一款小人 那当然也有人说 它是这个城市指挥官的本体 也是可以搭载的 那么在大枪的情况下呢 就搭载在这个下方啊 它是有一个突跟道 非常简单的一个结合 这里还有一个卡扣 可以扣上 手臂上呢 有这个火炮的一个装载 它的话呢 是身体的变形的一部分 从这个地方 往上可以打开一个角度 如果你不喜欢呢 嫌它累赘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给收进去 叠进去的话呢 并没有任何的困难 以及它的这个人物的 这个手臂啊 这个地方呢 多了一个关节 除了方便我们做这个收纳之外呢 各位刚刚也应该可以展示到啊 因为这个玩具的 毕竟手掌啊 应该说手臂的长度呢 还是比较有限 手臂的长度是正常啊 但是因为它的身体 实在是太强壮了 你两手要过来的时候呢 你要这个两手 如果枪能够拖住啊 是有点困难的 它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 往这个地方动的一个关节 但是还是必须配合这个关节 才能够做一个 加上手臂的一个旋转啊 这样子的话呢 才能够做出一个 把枪拖住的一个状态 能摆出这个动作的话呢 这个战斗的pose呢 才算是完美了 然后这个另外一边的话呢 这个火炮 我们也把它给收起来 我个人平常那些 是不会给它全武装打开了啊 啊OK 你干嘛比个OK给我看啊 这个手臂的话呢 是一个全职可动手 而且可以转动啊 各位可以看到啊 它的根部的话呢 根部的话呢 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关节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关节 拇指头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除了拇指的这个地方啊 这个黑色的连接部件啊 目前看起来还算稳固了啊 但是呢 在推的时候 由于这个关节比较紧 那这个地方 黑色部件承受的压力会比较大 大家把玩的时候要留意一下 那么身上的话 还有这个脚旁边 这个部分也是可以盖起来的啊 平常如果你不需要那么张牙舞爪的话呢 毕竟这个 Ultra Max是一个比较这个内敛的家伙啊 当然IDW漫画里头怎么设定啊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啊 但是当初比较喜欢这个角色的话呢 是看G1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呢 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标型大汉啊 然后蓝白配色啊 典型的这个保姆型机器人的配色啊 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哪一只机器猫了 那么这个呢 是平常我会给它放的状态啊 大概是这样啊 我反正比较喜欢让它拿这个大枪啊 并不会特别喜欢给它变成锤子啊 因为这个锤子呢 拿在手上呢 非常的占空间 那我们来看到背部 可以看到除了几颗螺丝啊 比较比较碍眼之外啊 它的已经是没有什么空洞可言了啊 空洞的话是这个官方的这个防伪标志啊 这个第三方的话千万不要有空洞啊 人家会说你冒充正版 那它身上的话呢 都还有一些这个小型的字体 那由于有这些小型字体的话呢 再加上这个倒角的摸起来的触感 以及造型吧啊 这个加上这个尺寸啊 我这么提一下 它这个尺寸很大啊 已经比官方的 这个一定是直逼V级玩具的大小啊 它这个体型因为很大 会让我一度以为啊 应该不会是承造社出品的吧 当然大小还是有一个差距 但是它已经做到非常的巨大了 那最近官方的Ultra Magus是这个啊 这个是 哎是围城吧啊 对围城的时候推出的这一款L级的 它是用V级的玩具穿上装甲之后呢 硬把它拼成是L级 那Ultra Magus就是庞大的身躯 胖啊或者是壮啊 这个我都可以接受啊 这无所谓啊 这个我也不希望 对不对 大家歧视胖子 对不对 不要歧视像我们这种人的 我们我们这种长相 我们这种体型的人有个好处就是我们的才华比较容易被人家发现啊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 首先的话呢 顺便顺便讲可动啊 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面部的话呢 是比较凶狠一点的一个造型 那它的一个眼部的话 其实透光性还是相当之不赖的 后面是个水蓝色的一个配件 那你稍微这样遮一下 其实它这个眼部 对不对 透光还是相当可以 但是因为体型太大啊 头看见看见很小 腰身是可以转动的啊 有一些比较紧实的一个声音 手臂的话呢 平举也没有问题 这一代的话 有一个小小过渡的造型 手臂三六零度的转动呢 当然也没有问题了啊 然后二头肌是可以转动的 二头肌可以转动 然后手臂的话呢 是上下啊 是一个双动关节 这个变形的时候呢 是会用得到的 这个双动关节的话呢 在摆pose的时候呢 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的 拳头的话呢 沙锅大的拳头 我个人是喜欢机械的 拳头要够大 而且还有一个 类似手指虎的造型啊 这个垂下去的话 这个战斗力是 肯定是非常的吓人的啊 然后这个地方啊 往外翻之后啊 你看这个地方往外翻之后 还可以看到有造型 这个是车头的 白色车头的两侧 它的白色的车头在里头 是被拆成左右两侧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刚好填补了这个造型 个人是相当之有爱了 然后裙甲的话呢 是前后可以 在前后左右两边可以动 可以动 那基本上呢 因为它的裙甲是比较 比较比较短一点啊 原则上是影响也不大 然后你有没有听到 很逆天的啊 在小比弟的玩具身上呢 啊 觉得有这么响亮的齿轮声音 我也是 颇为惊人 但是只有前后踢啊 侧边踢的话就没有啊 应该是说 这个齿轮关节是在腿了啊 当然如果你在这的话 会更加感人 但是可能这个部件变形的需要 或怎么样 达不到我也就不在意了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小比例的玩具啊 就不要苛责的太多 然后膝盖的话呢 是这里啊 是可以弯超过于90度啊 当然你硬要挑的话 是有个裂开的一个造型 脚的话呢 有一个接地啊 关节 而且幅度是非常巨大的 各位也看得到了 那么脚的话呢 这个脚底板呢 这个地方啊 变形的时候呢 记得啊 这个变成人形的时候 轮胎是要转进去啊 因为这个地方呢 没变到 还是比较有可能去忽略的啊 变形不到位啊 不知道谁 一天到晚做节目都变形不到位啊 今天我特别提醒一下 那个人要记得看一下啊 然后的话呢 这个大枪的话呢 是插在手里头的 我们就直接的 将它给拿出来好了 这把大枪的体型也是很大啊 这个 这个枪已经本身是 毕竟是一个 低级的玩具的一个身高了啊 那它这个 这个组合的话是很简单了啊 这个 变成斧头也就是打开 然后把这个枪的话是反过来 反过来就这样子 给它安插进去 就会形成一个加强的一个 加长的一个握柄了 那这个两侧的这个转一下啊 这个插下去还是比较紧实的啊 插下去比较紧实的 这个地方 两手给打开 那这个安插到侧边了啊 安插到侧边 就形成了一个斧头的一个样子 不对啊 锤子了啊 为什么hammer跟这个axe呢 我都会经常嘴巴 心里头想着锤子 但讲成斧头 然后心里想着斧头 然后讲成锤子啊 这个就变成了一把超大锤 那么这个大锤的话呢 是握在这啊 就以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安插 那我们一样的话呢 就做一个简单的小展示了啊 这款玩具呢 我最近呢 玩的时间都非常的多 因为它真的很好玩啊 喜欢的角色的 然后又做的不赖的时候啊 然后呢 就会一一不舍的呢 就是拿在手上多玩个几天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 哎 查理要讲今天节目 记得到这边啊 还没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Ultra Magus 哦不对 应该讲这个City Commander 城市指挥官 一个武器的一个 重武器的展示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都给 给各位看一下 它这个里头内部的那一个 应该说它的本体吧 一个绿色的一个角色 首先的话呢 是从这个地方卡扣给松开来 然后这个地方就可以往下面翻下来 翻下来之后呢 它主要的结合卡扣在这 白色部件啊 跟黑色部件中间这 把它给打开 打开之后 就会把这个头这个部分 扣住它 然后往后面翻出来 就会看到有一个人在这里 那我这里大概讲解一下啊 因为等一下变形的时候 怕忘记了 它看到没有 这里面有两颗轮子啊 轮子 看到没有 这个我手指的 这边两颗轮子 轮子呢 是往身体里面凸进去的 所以我们在变形的时候呢 这一块部件 车头这个部件是按进来的啊 这个地方就是各位要记得留意一下 那这个人形的话呢 就是以这个形态 一个好像被SM的一个状态 手是背到后面 然后两腿劈开 它的主要的结合呢 是靠着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其实说明书有写了 但是因为说明书是线稿 那线稿的话 就是线条太多的话 大家就都看不清楚了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地方啊 各有两个凸对吧 这个凸就是它的结合的一个位置啊 然后人形是以这个形态 看到没 OK 就这样子 它的扣的时候是扣这两个洞 这两个洞 去扣那两个图 这个这个形态 然后它的手是背在后面 手是要扣在一起的 好 各位明白就行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家伙呢 回复正常的状态 这样子 然后把这块部件呢 是往后面放下去啊 这个部件 往后放 先把手往前推好了 这个这个小人偶的话 我个人倒是没有花太多时间去去研究它 它背背壳的话 这个龟壳就是一个双动关节 但这个体型很小啊 怎么今天推起来这么不顺呢 小东西推起来我就不顺 我习惯推打的对吧 这里 我们把它给手给翻出来 好 来看一下啊 这个 背包就往下放吧 嗯哼 よし 重点是它有小胡子那个吧 好 绿色的脸部 黑色的小胡子 然后是红色的眼珠 眼珠的话呢 我不知道怎么说啊 它其实是有涂红色的涂装 还是怎么回事吧 那它的后面是一个透明件 对 那就一个蛮复杂的一个光影的表现吧 你说它有没有透光 其实它还是有 那我只能说这么小的玩具 你还愿意这么做 那真的就是算是非常有诚意了 那可动也是蛮吓人的啊 手臂三度零度的转动 平举都没有问题 那这个地方是一个 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关嘛 到这 不要强镜头 到这边 那腰身是可以转动 因为它变形的时候会用得到 脚的话往前往后踢 膝盖的话呢 是一个双动关节 这里可以看到 是一个双动关节 站立性也是很不赖的 那它的有一点比较特别 它的武器啊 它的武器 你看它的拳头啊 并没有动 所以它并不是 并不是握住 握在手上啊 它是靠着这个图啊 这个图啊 去扣在 它的这个手臂的后方 这里有个洞 是这个样子 去做一个结合的 这样子 借位 好像提着这个 加特林机枪一样 提着它 啊 OK 嗯 看起来也是 也是有凶猛的感觉了 也是有凶猛的感觉了啊 那我们就把它呢 给跟这个 我们的这个城市指挥官呢 做一个简单的合音好了 那推回去 推回去的话 就是一样啊 就是把这个蓝色部件 给收进来 然后主要就是这个黑色的部件呢 跟白色部件 两侧的话呢 它中间是有这个 组合的这个洞的 就把它给扣进去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我个人是直接用 直接用塑胶的韧性下去变了啊 我是直接用塑胶的韧性下去变 完全耐得住啊 就 偷懒的方式 就把它给变过去了 到这 然后呢 这里 这里 白色的 白色的两个图 再扣回这两个洞 把它给扣上去 然后车子再往前面推 主要是你只要这两个卡扣 这两个卡扣呢 只要你有扣起来 原则上上面的话呢 是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的 这里 这里蓝色部件 蓝色部件这里 要扣进 黑色的这个洞 蓝色的 好 阿凡达遇到黑人 这样懂了吧 好 这个 我是为了前面那五秒钟啊 硬要塞一个梗进来 对不对 我也是用心良苦啊 好 那 我说说给他们两合照了 对不对 我们就把它以这个 持枪的状态来做一个合照吧 既然这个 既然我们这个本体是拿枪啊 那我们这个 这个 Battle Armor 对不对 Final Battle Armor 也是拿枪的状态一下吧 就这样子 如此这般 两者 做一个 小合照好了 这样子 这样可能看起来比较细一条 一点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这个 算是本体嘛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好了 那我个人的习惯呢 会先变腿 因为它的手呢 你就算现在变起来呢 等一下呢 也是很容易就再去打散掉 那是透过腰转180度之后呢 把这个腿的话呢 往后面伸 尽可能的呢 把它给压缩 给缩短 那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这里往后面 折过去 尽量的把这个腿给缩短 缩到这么短 那这个部件 你可以往上推 你也可以往下放 我个人是习惯往上推了啊 往上推可能会感觉车型好看一些 再来的话 就是把这个 整个这个背包的话 往前面放下来 那往前放之前的话呢 先把这个手啊 手可以透过这个 这个关节 我们把它推到后方去啊 这里推到后方 然后呢 后方的话呢 这个这里推进来 这个手的话 变形是比较直觉了 各位已经看到那边有一个 黑色的凸了过来 然后呢 把这个两个的这个凸跟凹呢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 非常简单的一个结合 到这啊 先把腿变完再变手啊 比较不会再去散架啊 比较不会再去散架 一边缩一边散架 真是的啊 然后这个轮胎的话就往下放 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啊 白色的有一个有一个凸 在这里 就这样扣进来 这里 它会稍微的去有一点卡住的感觉 然后它的一个专配的这个武器的话呢 啊 是有两个结合卡扣的 前方有个凸 然后后方的话呢 是两个啊 这两个白色的凸呢 因为这两个两腿的话呢 是是没有结合的位点的 那必须要靠着这把枪呢 两腿呢 才能够合并 然后再透过这个卡扣去扣上去啊 把它的一个相对应位置呢 去做一个比较比较正确的一个校正 这样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载具的一个形态 那没有透明部件 前面的水蓝色部件呢 是一个涂装的 浑动性是没有问题啊 算是还是比较好的啊 那由于是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呃 是稍微有一点滑动的 包括腿的这个关节啊 你有没有收到定位呢 其实都会影响它的一个可动 那如果说呃 推推车很顺的话 就表示说你变得很到位 如果没有的话 就表示说可能还做一点调整啊 不过小比例的玩具的话呢 也就不要求那么多了 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City Command的Final Battle Armour的一个变形过程 那其实我的手机呢 刚不知道为什么转档失败了啊 所以呢 这个已经是录第三次了 那这里的话呢 刚忘了跟各位提 它的一个手指虎的话呢 是有一个可动的 那要变形成车子的时候呢 是把它给推到外侧啊 推到外侧 拳头的话呢 尽量的把它给握紧啊 这个部件是可以往前面动的啊 然后这个地方啊 有非常漂亮的红色透明件 刚刚呢 没有特别去提到这里 那我们先把这个腰部的这个卡扣呢 从这个地方把它给解开 解开之后呢 把整个车头的话呢 往下面放下来 那我们先大概整理一下 车子的前方这里的话啊 人的胸口这个地方呢 往下面翻 把这个轮胎的话呢 先给翻出来啊 先给翻出来 往内推一点点翻出来 然后呢 黑色部件的话是往前面放啊 待会这个整个部件 是要往前面过来的 以及这个部件 往前面放过来 那这个车头的部分呢 往前面整个推过去 往前面推到这之后啊 你要注意啊 这个等一下呢 两个白色部件推进来的时候呢 是要突破这里有一个 紧的一个卡扣要推过 推破它 然后呢 黑色部件要包在 白色的车头里面啊 这样子的话呢 它才能够完整的一个变形 那两侧的卡扣解开之后呢 顺势的呢 弯90度 把这个人头给放进去啊 放进去之前 先把这个部件给推出来好了 这里 这个刚刚没有提到啊 这个地方 把这个人头的话呢 给塞到车头里头去 然后呢 就两侧呢 做一个包覆了啊 那包覆的时候就这样子啊 这个黑色部件 要包在白色部件的内部啊 这个地方是稍微要用一点力啊 才能够卡得稳的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 蓝白配色已经够萌了 你看弄个猫耳朵啊 这个确实是机器猫的一个感觉了啊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把手臂呢 整个打直的情况下呢 往上翻上去啊 这个银色部件是一个凸啊 要卡进这一个啊 这个蓝色部件的凹 大概是这个感觉啊 直接的往上这样翻上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呢 这个地方呢 出现了两个洞啊 两个洞 这两个洞呢 待会儿呢 要扣在这个地方啊 这里有个凸 这里有个凸 以及呢 两手的中间呢 它自带的一个结合卡扣啊 你就这样子啊 从这个地方呢 把它给松开啊 从这儿 松开 从这里松开 然后呢 往中间塞进来的时候呢 就会这两个互相结合 然后白色的凸跟凹呢 也自动的呢 去做一个结合 就这个样子啊 这边 跟这边扣进去啊 然后这里呢 往上面再按一下呢 基本上呢 那公差呢 是算的挺准的啊 就能够扣得起来了啊 整个车头的部分呢 也就算差不多是 等于是完成了 那它的一个下半身呢 要做一个腰转180度 然后呢 呵呵 把这个裤单给解开啊 我刚呵呵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 这里往下翻下来啊 再来我们就进行 逐步的变形了啊 逐步的变形呢 一定是先把后面 这个地方给打开 这个地方给打开 这个地方给打开啊 这里 撬开来 撬开啊 撬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脚的话呢 从这个地方给翻折上来 两侧都一样啊 先把它给翻折上来 再来我个人的习惯啊 我会先把这个脚呢 外翻 然后呢 这个部件呢 由这里这样子转过来 把这个轮胎呢 转到下面啊 提一下这个轮胎是橡胶胎啊 小比例玩具弄橡胶胎 应该是对 是可以拔下来的 非常非常的有诚意了啊 这个盖板呢 就可以盖起来 这个盖板呢 目前已经不参与变形了 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 先转过来 然后呢 哎 刚忘了收了 已经转好了啊 给他把你们当作没看到吧 好 这个就到这边 这个盖板就可以盖起来了 那两腿的话呢 你可以合并啊 也可以先不合并 没关系啊 我们就 这个下半身这里呢 把整个给推平 然后呢 你可以往下面 这个角是当然是一定要打直的了啊 这边打直一点 到这边 稍微去调整一下 我个人的习惯呢 有时候会 放到桌上调整 或者是你可以合并一下 稍微合并一下啊 然后呢 去去做一个比较 比较扎实的一个调整 这个哎 有一个卡扣啊 到这边 好 这样一来 所有的轮胎呢 确定能够着地之后呢 我们再接着做其他的一个变形啊 群甲这个部分就继续往下面压下来啊 他是可以完全 match在这里的 那么呢 按照说明书的说法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车子的话呢 是可以塞到这里面去啊 但是呢 不是很好塞啊 这稍微做一点调整 能够塞进去啊 我们就不做这个示范了 待会待会一块摆在旁边吧 那最后就剩下几个收尾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我们呢 就非常简单的啊 从这个地方呢 给打开 往前面推 这里呢 往前面再做一个延伸啊 出来 然后这里有个倒钩啊 把它给放出来 这里有个倒钩 很厉害的倒钩 而且还黑色的 然后呢 这个部件要往前推 然后呢 把它延伸出去 然后呢 这个黑色的倒钩呢 把它给放出来 那到这 那我们这里实际上扣的时候呢 原则上呢 这个卡扣呢 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这里扣紧的话呢 后面整个啊 形状的话就会非常的固定 这里也是一样的 那他这个往前面推一点点 这样子过来 把它给扣进去啊 两侧呢 用力的呢 把它给按进去 用力的按进去啊 那按的时候呢 是当然是这两侧的这个尖端的话呢 是最出力的 这里面不要再按中间 你按中间可能会翘起来啊 因为他那个倒钩是往后翻的 那这样一台的话呢 整个一个结合呢 就已经非常的扎实了 那最后的一个结合 就是这个白色部件往后面放 这里往后面放 然后呢 扣进前方的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 小小的一个 突跟到的一个结合 这样就扣进去了 那两腿呢 我没有完全密合好啊 因为呢 我还要把最后的这个武器啊 武器这里两边有突啊 就是可以把它给扣到这个中间啊 这个部分是要翻起来啊 翻起来 翻起来 因为两侧中间是有洞的啊 这个这个地方是有洞的 我们就把它给扣进去 那扣这个的话是 基本是没什么难度啊 扣进去 然后整个脚掌呢 把它给完全密合 我们的这个CT command的变形呢 就算是大功告成啊 但是呢 它还有这个配件啊 这个配件的话呢 是安插是 安插是怎么安插 应该是 嗯 应该是这个样子啊 推出来 往这扣进去 往这扣进去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可以把这里面呢 做一个更加的一个 呃 安全的一个隐蔽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你把小车放在里头的话呢 那它就可以完全的隐蔽下去 会更加的好看啊 还有这个后面这个 这个轮这个脚转 应该是要整个用力的塞进去啊 这样一来 OK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车子的尾部啊 整个变形呢 可以说非常的流畅啊 呃 并没有特别复杂的地方啊 唯一吧 在变形的时候 我有点小疑惑 就是这个真的有这一对 像TT猫 这样猫耳朵吗 啊 不管吧 反正我看合会也是有 那我们就就当它是有吧 然后这个大枪 可以完全安置在上方 小车的话呢 如果你愿意呢 也可以放在内部啊 但是我们就一起摆在一块吧 让它们一起出动 有个车队的感觉 滚动性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所有的轮胎呢 能够全部的着地 而且是橡胶胎啊 呃 非常的有诚意啊 这个实在是让人感动不已啊 身上的话呢 有一些的透明件啊 在这个地方 车子的侧边的这个火炮的话呢 由于它并不是球关啊 所以它只能够往外侧发射啊 不能够做上下的转动啊 但是这样子应该也是足够了 那这个黑色部件呢 是真的没有卡 它只是放在侧边而已 那么呢 整个玩具的一个扎实的一个手感呢 是不在话下的 公差的计算 倒脚的处理 关节的紧实度也是差到好处的 加上我个人对 Ultra Max强烈的喜欢呢 这一款啊 铁工厂IF44号的 City Commit Final Battle Final Battle Armor呢 可以说是深得我心 而且它的造型 人形的美情度 真的是没话说 个人强烈强烈推荐 非常好的一款玩具 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